首先跟大家拜個臉 祝大家新春愉快 祝大家新春愉快 但是我們今天是我們 農曆年第一次的法律教學直播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 林筍跟玉岳建築 那為什麼會定這個題目呢? 其實我們常常發生在大樓 臨近的大樓要蓋的時候 臨近大樓要蓋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它的影響範圍會集於四周左右的各種公益大廈 或者是一般的大廈都可能 會造成怎樣? 隔壁你會發現大樓在蓋的時候 隔壁可能發生什麼? 菌類? 會不會? 或者我們常常在新聞時事上所看到的 我們在開那個解映的時候 隔壁有時候會發生整棟大樓的菌類 倒塌的狀況 那這種我們俗稱叫做 臨損 臨損 這種臨損 請問大家要怎麼辦呢? 這個基本上臨損 通常我們在處理這個臨損的問題 通常我們的法律預計是如何? 其實在我們民法 民法物權篇當中所謂的相鄰關係 民法物權篇所謂的相鄰關係 有一條在民法774條 我們民法774條是怎麼規定的? 我們看一下 請我們助教給大家看一下 民法774條 在中間那邊 民法774條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照到? 在民法774條 在民法774條有規定 民法774條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人經營工業 及行使其他權利 應助益 防免領地之所害 所以從這個條文來看 民法774條 土地所有人 經營工業 及行使其他權利 應助益防免領地之損害 大家注意第一個 所以從這個條文來看 民法774條 其他的構成要件是怎樣? 第一個要土地所有人 對不對? 所以是土地所有人 然後要做什麼事業 第二個要件 需為經營工業 及行使其他權利 事業 行使 要經營工業 及行使其他權利 第三個要怎樣? 第三個就是有什麼義務 要注意 防免領地的損害 意思說 假如說 有兩個構成要件 民法770條 有兩個構成要件 你屈為土地所有人 屈為土地所有的人 第二個 要做什麼行業 經營工業 及行使其他權利 那有什麼法律效果 就是民法774條 可與誰的法律效果 可與土地所有權利 要注意零損的法律效果 所以從這個看來 從這個意思說 我們主要的零損是在這一條 我們主要零損在這一條 那這一條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是土地所有的人 對不對 對 但是依照民法八百條之一 八百條之一 可以放下來了 依照民法八百條之一 民法八百條之一 真沒講 但是民法八百條之一 我們上次常常講八百條之一 是講說 民地 建築物的利用人 城住人 地上權人 有怎樣 或其他工作物的利用人 有准用 民法774到民法八百條的規定 還記得我們常常講 民法八百條之一 意思是說 這個 民損 除了民法774條 所謂土地所有人之外 還包含怎樣 民法八百條之一 所謂的 地上權人 也有准用的餘地 或者城住人 也有准用的利用 或者是建築物的利用人 也有准用的餘地 或者其他工作物的利用人 所以我們從零損 我們改變一下 我們從民法774 到民法八百條之一的准用 所以我們所謂的零損 第一個構成要件 注意 零損的構成叫 綜合民法774跟民法八百條之一 應該是第一個要件 虛為土地所有權 或怎樣 民法八百條之一的准用的人 包含城租人 地上權人 還有建築物利用人 以及建築物其他工作物的利用人 所以第一個要件是這個 第二個要件要怎樣 經營工業 或行使其他權利 不只是經營工業也有算 或者行使其他的權利 只要同時符合這兩個要件 就有什麼義務 他的法律效果是怎樣 土地所有權人 或者是民法八百條的准用人 准用民法777的這些人 就有什麼義務 又要注意 林地 林損的義務 所以從民法774跟民法八百條之一 兩個綜合看來起來是這樣 要符合兩個過程要件 他自己同時符合這個過程要件 就有一個義務 就是要注意 林損這個義務 那我們大家知道 所以所謂林損其實基本上 都在民法774跟民法八百條之一 要注意這兩個規定 但是假如說有這個情況怎麼辦 食物商發生這個情況怎麼辦 通常食物商大樓要蓋之前 食物商雖然條文是這樣 但食物商在大樓蓋之前 大樓在蓋之前 我們通常會依據怎樣 各地方直轄各地方政府 各地方政府 有各地方政府會做各種的規定 例如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講義這邊 來 來 講義這邊 講義這邊 像後面那一段來 講義這邊來 來照給大家看一下 講各地方政府怎麼辦 食物商注意林損 各地方政府會訂一些辦法 例如各地方政府會訂有建築施工 建築施工損林事件正義處理規則 或者是建築工程施工損林林防事件正義調處辦法等 類似等相同的規定 就有這些相同的規定 我們再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翻過來 翻過來 翻回去 再列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照清楚看一下 各地方政府 食物商 各地方政府 處理林損這些規定 食物商各地方政府 會訂出什麼樣呢 建築施工損林事件正義處理規則 或者是建築工程施工損林林防事件正義調處辦法等類似或相同的規定 食物商地方政府會訂出這個東西 例如台北市 台北市就訂出台北市建築施工損林事件正義處理規則 至於高雄市 高雄市這邊下面有個網址 網址大家可以去參與 去參與有網址 還有高雄市就訂出一個高雄市建築工程施工損林林防事件正義調處辦法 有網址 所以這些食物的做法 食物的做法 你要食物的做法 記得當你的鄰居 不只是鄰居 不只是鄰居 或者是鄰居的鄰居 我們鄰損民法七七四跟民法八百交之一 不以隔壁的鄰居為限 縱使隔壁某一段 依照這種 剛才講的地方政府所訂的辦法 有規定 在某個距離以內 發生你要蓋大樓 或者是說鄰居要開挖 可能會造成鄰居事件的情況下 都要依照這些地方政府所訂出的各種規定 所謂的自治條例 或者是自治規則 要依照這個地方政府所定義的自治條例 和自治規則 去做怎樣 去做一定的範圍內 第一個要做什麼樣 首先你在開挖之前 在施工之前 尤其是大樓在開挖地下室之前 要往地下開始之前 施工前喔 或者是 捷運在施工前 可能過程怎樣 零損事件的 依照這些相關的辦法 地方政府所訂出這零損的相關規定 基本上第一個動作要做什麼樣 要去做拍照 拍怎樣 還沒施工之前的 各種建築物的狀況 包含每一棟大樓的共有部分 還有尤其是磚有部分 等於是說門以內的部分 門以內的部分 所以要做怎樣 要把所有東西的現況 就是施工前的碎況 要把它拍得清清楚楚 那假如說這些施工單位 或者開挖單位 這些單位 而且要依照規定怎樣 不是說約定時間 一次假如說專有部分 就是我們的區分所有權能 公布大家區分所有權能 或者一般建築物 建築物所有權能 或者是土地所有權能 假如第一次約 假如沒辦法 可以要求改期 通常 教老師沒有印象 通常是要約三到四次 當然各地方政府所訂的自治規則 相關的規定是不一樣的 通常是三到四次 然後你第一次約不好 可以改期 可以改期 他有這個義務 遇到各個地方政府 有這個義務要改期 因為到說在自治規則當中 自治規則當中 自治規則當中 規定的次數 當然我們上次講說 假如依照這個自治規則 規定的次數之後 我們有一句話 法律不保障讓全力睡著的人 所以只要依照自治規則做到一個程序 依照次數多少次數 然後基於法律不保護讓全力睡著的人 這個法理 所以不可能永遠一直改期下去 所以只要符合 施工單位只要符合自治條例 自治規則 自治條例 地方政府所謂自治規則 自治條例 這些次數就符合規定 然後 所以 老師在這邊提醒說 只要有這個零損 人家施工要做零損 第一個施工前的照拍照 因為要有證據 請各位 所以 土地所有權人 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或者區分所有人 要配合 因為這個施工前的照片很重要 至於之後 施工中假如發生 施工中假如發生有零損狀況 要隨時怎樣 假如公益大廈 你可以透過公益大廈 管委員會 統一去 由管委員會 去跟他 由管委員會去跟施工單位處理 只要發生有零損 很嚴重的零損狀況 很嚴重的零損狀況 尤其造成生命健康的危險 要馬上降 例如有時候 發生零損狀況 整個大樓都倒塌了 嚴不嚴重 當然施工單位知道 但是假如說歸類的 造成主要的結構歸類的 主要結構喔 或者很大的縫 歸類的 類縫很大 那你是不是要馬上 大家統一 跟管委員會反應 統一由管委員會去跟他處理 是不是 那假如說是施工中 那假如施工中發現不是很嚴重 當然還是要透過管委會處理 但是 因為可能這個 類縫會擴大 所以你施工中 縱使類縫很小 但是類熱縫的數量很多 還是要趕快跟管委會反應 讓管委會去處理 因為我們避免類縫的擴大 搞不好是 可能一直挖下去 造成類縫一直扣炸 這對我們的財產權也是有損傷 可能會造成你生命健康而安全 所以我們還是要反應 所以施工前要注意什麼樣 要記得要配合來拍照 確認整個現況 施工前的狀況 那施工中只要發生有類縫的狀況 很嚴重 當然 假如整個建屋倒塌 新屋爆塌出來 當然他一定要處理 而且這個可能會發生 施工上的新屋事件 曾經說 僅僅在施工中整個倒塌的 或者在施工旁邊的工具大廈 整個旁邊倒塌 施工上有發生 那當然就很嚴重 但除了這之外 縱使是類縫很小 你要隨時觀察 假如說類縫很小 但每一棟大樓都有 每一棟我們區分所有權利的專業部分都有 或者是公益大廈當中的怎樣 地下室也發生了 或大廳也發生了 代表說可能要注意 因為可能會類縫或扣大 至於施工後 我們剛才講施工前施工中 施工後 施工後要注意什麼樣 施工後 施工單位還會做一次鑑定 會來到一樣會再發文 依照自治條例 或自治規則條例 相關地方政府所定義 所謂零損的整個處理 這個叫做損零 但是實際不常叫零損 知之條例叫做損零 對不對 剛剛我們看到叫損零 但是其實上 我們在通稱叫做零損 但是條文叫做損零 有沒有看到 這些損零相關的規定 地方自治政府所定義的自治規則 跟自治條例 這些規定一樣 第三個動作怎樣 施工後 依照實際成熟 依照規定的規定 施工後一定還是要拍一次 還是要到通知你 一樣依照規定有三到四次 要再拍一次 施工後有沒有類縫 有沒有類縫 有沒有造成你零損狀況 這樣才能說 確定說施工前 施工中 施工後 才是造成你零損的狀況 那 確實是發生零損了 當然要依照規定 要協商怎麼去賠償 怎麼去修復 怎麼去恢復原狀 假如造成歸類 沒有造成主要結構 當然是恢復原狀 叫他用各種方式 不論施工啊 或者各種方式去幫你怎樣 恢復原狀 假如真的影響主要結構 那就麻煩了 所以 老師特別說 零損零損 為什麼一次強調說 施工前要大家配合拍照 因為你 你只有施工後 沒有施工前 你如何 如何區分說 你這一棟 你的區分所有權的 建築 的建築 你自己的建築物 有沒有造成零損 你沒有施工前 的照片 怎麼去判斷施工後 所以 施工前的 第一個 第一個拍照 一定要配合 不管怎樣 盡量要 可以改齊 但盡量配合時間 所以 有關於 零損的部分 第一個 預計 我們再重複一次 零損的部分 主要預計是 民法774 還有 民法8排條之一 至於 零損的實際週月 請各位去參考 地方政府 各地方政府 所定出的 所謂的屬林等相關規定 因為各地方政府 訂出的自治 這種零損的相關規定 這種自治規則 自治條例 是有差異的 所以老師 只能說 建議大家 各地方政府 你處於哪個地方 台北市 你去查台北市 相關的規定 自治規則 自治條例 那你假如說 是新北市 女去查新北市的 因為這個規定 地方政府是有差異的 是有差異的 那第三個 我們要講 有關於零損很重要的地方說 好 民法774 民法800條之一 但是造成零損 好 造成零損 那我們的法律依據 請求 請求的法律依據 剛才除了民法774 民法800條之一 但除了這一條 注意喔 他並沒有 民法774 跟民法800條之一 並沒有講說 你可以請求 請求損害賠償喔 有沒有 沒有 他民法774跟民法800條之一 主要只是講說 過程同時 民法774 只要過程兩個要件 同時過程 第一個 獨棄首爾權 或民法800條 準用人 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是 經營工業 或行使其他權利 只要同時符合這兩個要件 你只規定說 一個法律效果要注意 土地收尾權或建築物利用人 或工作或者承租人 要怎樣 要注意 零損 有注意零損這個義務 法律效果 法律效果只要注意零損 但是 有沒有 付給予 隔壁的 被 被 被害人 有沒有 付給予被害人 也就是說 造成我們 零損那個被害人 有沒有 付給予他請求權 沒有喔 民法774條 跟民法800條之一的準用 沒有規定你有請求權喔 只是規定同時符合要建 土地收尾權或所謂的建築利用人 有怎樣 有注意怎樣 注意防免損害之義務 也就是要注意零損之義務 只是規定他有這個義務 但是 並沒有說 零損的被害人 有請求權的基礎喔 所以我們第三個會不知道說 那請求權 零損的請求權基礎是 哪個依據 其實 老師常講 在2020 那一篇也有講 2020講的 就是說 就所謂的怎樣 民法 184條之一的第二項 所以他的請求權基礎 是民法184條第二項 注意 第二項說 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而侵害他人權益者 不損害賠償責任 還記得嗎 民法184條之一的第二項 我們看一下文章有沒有給大家看一下 有齁 我們文章裡面有齁 第一個我們最高法院的判決就有齁 來看一下齁 來 我們看一下講義的這邊 齁來 來 有沒有看到 來 有沒有找到 來 來這根 哈囉 最高法院98年判決 這邊號 最高98年判決 有沒有看到 嗯 有 上面有沒有講說 好我那一次 按 我們看一下最高法院 98年台上1455民事判決 有沒有看到 98年台上 1455民事判決 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自身損害於他人者 負損害賠償不認 但能證明其行為 無過失者不再此現 這是民法184條第二項 有沒有 我們再列一次 民法100 所以他的請求前基礎是在我們 最高法院98年台上 1455民事判決 有講喔 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自身損害他人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他有個但書 但能證明行為無過失者 不再此現 就是 所以他的請求基礎是 民法184條第二項 但是最高法院98年台上 1455民事判決 後面有一段 同法794 我講錯了 不是774 老師更正一下 老師更正一下 是794 我們再確認一下 剛才講774是錯的 剛才講774做的 應該是 民法794 我導師講錯了 是民法794 民法794 我們再看一下 是不是民法794 對 來 是不是文章寫錯了 794 來 794是另外的 所以774 是對的 所以整個條有774 我們剛才講的774 民法774 對的 744 要注意 零損 但是我們在 所謂的 零損 忘記講 零損有一條 再補充一下 零損也有一條 叫做 794 794 在 在零損當中 也有一個794 那794 我們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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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講什麼 來 看條文 來看第一個 來 來 第一個判決 來 來看這邊 遺憶第一個 喔 忘記講到這個 因為我 老師只注意到 774 忘記794 來看一下 794 有沒有看到 第幾行 有 最高法院 104年 台上至 第117 17 民事判決 其中的 12345 第五行 民法794條規定 民法794條規定 土地 土地 守有權 開掘土地或建築址 不得一死 林地的地基洞 以後發生危險 或死地 林地之工作物 受其損害 所以 我們從這邊好 放下來 我們從這邊注意 所以 基本上 老師再補充 注意 有關民法相靈關係的 注意 林属有兩條 第一個怎樣 民法774條 還有民法794條 還有民法800條之一 再重複一次 我們在民法相靈關係 有關於林属的一句是 民法774 通常老師會用774 但是因為794 在實務判決很多 所以794也可以用 第三個還有民法800條之一 可以准用 准用 所以這個是 民法有關凝損商的規定 至於說 實務商 你要回去看自治規則 各地方政府所定的自治規則 是不一樣的 那第三個 我們從判決看得出來 他的請求依據 叫做 民法184條第二項 我們再看一次 民法184條第二項 我們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來 最高法院98年台上1455 有沒有看到 翻過來 來這邊 來 有沒有 我們再看一次 最高法院98年台上是1455 民事判決 他主要請求依據是 民法184條第二項 違反保護他人法律 自身損害他人的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書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事不再實現 所以 我們接下來 這就是請求依據在民法184條第二項 那這些不管是民法774 或者是我們剛才所講的民法794 794 這些都是在實務的判決當中 我們實務判決是包含 我們剛才講最高法院98年台上是1455民事判決 還有我們講義 我們這個看一下 我們老師的講義當中 我們看一下新聞疑義15560 大家回去 假如說老師講的不夠詳細的部分 大家可以回去參考老師新聞疑義1560 這邊有講到說幾個判決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在新聞疑義當中我們看一下 從第一個看起來 來翻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 翻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們從第一個判決開始 我們在文章當中有幾個判決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是1717有沒有 第一個我們在疑義當中 新聞疑義1560 他能蓋房我家歸類怎麼辦 這個新聞疑義 從第一個疑義當中 按最我們講 老師在文章裡面有幾個判決 第一個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1717 您看喔 民法184條第二項 違反保護他人法律 自身損害他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 無過制的不在此限 所以 依此規定 違反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 自身損害他人 既推定有過失 若損害以違反保護他的行為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既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用民法794條 以及建築法69條 對不對 還有怎樣 建築 建築 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 建築構造篇第62條 軍系 我們看最後 軍系以保護鄉民關係中 林地基地及工作 之安全 文律社會之公共利益 避免他人造作損害為目的 意思是說 從最高法院104年台上1717的民事判來說 有三個都是叫做違反 就是屬於民法184條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例如794 例如建築法69條 例如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構造篇第62條 都屬於民法184條第二項所謂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所以只要違反這幾條 其中我們794 就所謂的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然後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看第一個最高法院判決 第二個 然後在老四的新聞語役 這個同樣這一篇 我們看一下接下來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至1012民事判決 有沒有看到 他還有 在還是在強調怎樣 我們看到 一樣這個判決 一樣再次強調 第幾行 12345678911 有沒有 民法794 有沒有 又再次強調民法194 一致從這個判決一致講說 民法794 依然是怎樣 這實務判決 依然是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來接下來我們剛才講的是怎樣 最高法院接下來我們剛才講 98年台上至1455 剛才講過 一樣講794 但是重點是 不只是 從我們文章來講 可見 可見 我們望下去 可見 土地開挖造成領损 備案非不得 因民法184條第二項 794 797 第212項規定 向家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但是我們講了說 民法774 老師文章也講說 民法774也是所謂的零損的規定 要注意 民法774不只是794 當然你直接引用民法794 引用民法184條第二項 還有所謂的損害賠償的範圍 當然是以民法215 民法215損害賠償是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精神損害為例外 民法215條 但是假如說我們沒辦法恢復原狀呢 那當然是精神損害賠償 但是我們通常零損會怎樣 師傅的作法 零損會依據民法211 通常會先恢復原狀 所以假如不是很嚴重 不是主要結果 通常那個加害人 就是所謂施工單位 施工的那個土地所有權能 或者建商 他會說 我是不是讓你恢復原狀 所以我們通常在民法184條 這個叫做清學行為的損害賠償 更一般我們債務所發生 所謂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是不一樣的 上次老師在法律教學直播有講 基於企業關係 基於債務關係 所生的損害賠償 叫做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但是我們基於民法184條 所生為的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我們叫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這兩個不一樣 但是很可惜的所謂的 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所謂的如何恢復原狀 如何到底是恢復原狀 還是精神損害賠償 或者是債務不履行的 所謂的損害賠償的範圍 或者所謂的消滅時效 基本上尤其是損害賠償範圍 都沒有規定 所以通常食物上 我們有所謂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我們的損害範圍 我們會用什麼樣 會回到怎樣 類推是用在民法第216條 所以食物上你會發現說 不管是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 侵權損害的賠償 都會回到怎樣 民法216條 也就是說損害賠償範圍是 以實際損害跟守私利益為限 通常是依照225條恢復原狀 假如沒辦法恢復原狀 依照通常都推到 不管是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或侵權損害賠償 會推到民法第216條 也就是說損害賠償範圍 是以實際損害加上守私利益 這個要規定 但是我們在零損回過頭 在零損通常都是恢復原狀 假如不嚴重的話 就是恢復原狀 所以假如見商要幫你恢復原狀 注意 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 是以恢復原狀 民法第215條規定 是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金錢賠償為例外 在哪一種情況 零損在哪一種會金錢賠償 整個倒塌了 倒塌的 蓋回來可不可能 有可能蓋回來 但是倒塌了 通常都是以恢復原狀 所謂恢復原狀是說 恢復原狀的注意是 食物上不可能 或法律上不可能 或者是食物上 實際上技術不可能 或者法律上不可能 意思說 起乎不能的狀況 客觀上起乎不能的狀況 當然 你不能要求說他恢復原狀 或者第二種東西就是說 你法律上不可能啊 法律上不可能啊 或者是技術上不可能 例如 技術上整個土地都貪邦了 不只是說 那個 好 攤一線 搞不好地下 攤幫這地下室很多地下水 食物上不可能 或技術上不可能 所以 所謂的幾乎不能 客觀的幾乎不能 包含 食物上不可能 技術上不可能 包含技術上不可能 還有像法律上不可能 這種客觀上的幾乎不能 真的不行 加上說 假如說 恢復原狀 手費的費用 手費的費用過距 那怎麼辦 那當然 你叫人家恢復原狀 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時候 怎能怎樣 金錢損害賠償 所以接下來就要談到怎樣 你加害人跟被害人 就用到民法第216條 所謂的損害賠償的範圍怎樣 以實際損害 及手勢利益為限 所謂實際損害 包含你整個財產權 建屋攤幫 土地攤幫 這些實際損害 對不對 這是實際損害 那手勢利益呢 你講這個房子有出租 已經在租任企業 已經租任企業有出租了 那就實務上我們常見的 你講建築物還在出租 你訂了期間 是不是有出租的收益 那就是我們民法第216條 所謂的手勢利益 或者是你這個行業 你現在確實是怎樣 你在一樓可以做移業使用了 有做在工作室 或者是有開怎樣 一般的合法使用的怎樣 合法使用的喔 合法使用的 你就營業使用 那你拿出相關的證明 確實怎樣 有實際的損害 那你之後 有營業損失 營業損失就是我們的 守勢利益 所以 這些就是所謂的 民法第211條 守勢利益 大家就懂 當然我說過 假如說沒達到攤幫 或者達到整個 沒辦法恢復原狀 通常是恢復原狀 原則 依照金錢行為損害賠償的相關規定 民法第215條規定 是以怎樣 恢復原原則 金錢損害賠償為 金錢補償 就損害賠償為例外 記得 記得 只有在怎樣 沒辦法恢復原狀 客觀上幾乎不能 沒辦法恢復原狀 或者是說 恢復的時候 費用過去 才要求怎樣 精神損害 當然另外一個例外 大家何以不恢復原狀 何以不恢復原狀 然後大家何以喔 然後以精神賠償為例外 以精神賠償 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民法第216條上面規定 除契約利益有規定者 有一個除外規定 也就是說 從民法第216條規定 殊害賠償範圍 第一個 契約有約定者 重啟約定 除非契約違反公序良俗 誠實信用 暴力行為 強制規定 等這些因而無效 假如說這些契約 雙方面基於契約自由規定 假如因為這個無效 當然就無效嘛 對這個沒話講 除非契約 雙方面當時的約定 有關損害賠償範圍的約定 假如說沒有違反這些 公序良俗等因而無效的話 基於司法制製下的契約人 我們通常台灣的法律 是尊重契約自由 尊重雙方面的約定 所以有一句話 常常民事常用的 雙方當事人有約定者 重啟約定 第二個 沒有約定的話 通常依照民法 200依照恢復原狀 假如沒有恢復原狀 沒辦法恢復原狀 或者是恢復的話 費用過去怎麼樣 以金錢賠償為例外 要第一個 契約有約定者 假如約定恢復原狀 就約定恢復原狀 只要約定精神賠償賠償就這樣 所以注意 第一個是契約令有約定者 損害賠償範位 有多一個契約令有約定 重啟約定 之後才是以恢復原狀 原則 接下來才是精神賠償 這樣懂 這是有關於零損的相關規定 相關規定 請問這邊 講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粉絲有沒有什麼問題 現場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們至於零損 零損比較細的部分 我們回去看 打零損陽春集 老師細節 零損陽春集 裡面很多 寫很多文章 也很多食物判決 零損加陽春集 OK 那接下來 接下來是 接下來 我們 我們開始講 逾越建築 因為我們還有第二個 要講的是 逾越建築 來 來 來助教表你 我們找一下講義 有有有 很多很多 來 我們再找一下講義 來 至於一月建築 什麼叫玉月建築 老師的 台語不是 中文不是很標準 所以有台語 口音很重 請見諒 我們接下來講 玉月建築 那什麼叫玉月建築 其實玉月建築 跟所謂的 我們 2月9號 可能會講通巡犬 2月9號 我們會在 星期六 一樣星期六 會講 繼承道路跟通巡犬 有關於民法的通巡犬 注意哦 通巡犬 不是 所謂的 以通巡為目的的 以通巡為目的的 不動產育犬 所謂的 上次有講過 不動產育犬 是屬於 我們 所謂 首二權以外的 他向物權 所謂的 用育物權 所以 不動產 以通巡為目的的 不動產育犬 這是他向權利 但是我們2月9號 所講的通巡犬 是所謂的 在民法相鄰關係 那民法相鄰關係 忘記大家 民法相鄰關係 跟所謂他向物權 不一樣的地方是 民法相鄰關係 是在民法物權篇 一個 克蘇的機制 它的立法目的是怎樣 假如一個土地 假如說兩塊土地 或兩塊建築物 大家炒來炒去 大家炒來炒是 隔壁 你要蓋一個房子 我都不能搭鷹架 或者我有一個果實 我自己的果實 掉落到隔壁 我都不能 怎樣 到底果實屬於誰的 我可不可以撿回來 或者是說隔壁水 可不可以經過 我假如說有農田 要灌灌 我水 假如說有灌灌溝群 我怎麼水 可不可以經過你家的土地 取用水 或者是說 灌灌溝群 可不可以經過你家的地 你家 隔壁的鄰居 農田的時候有錢 可不可以把水擋起來 那這些在處理這些所有的東西 包含我們剛才所講的 要注意民法774條 或者民法794條 這些東西還包含現在我們要講的玉岳建築 我們這些規定796條 我們這些規定 這些規定有關於民法相寧關係 假如大家都不容許 然後動不動就果實掉去 到底數一切都搞 然後搭個陰下都不行 搞來搞去 請問 土地怎麼利用 你連自己的土地都沒辦法利用 隔壁也沒辦法利用 自己的建築物大家紛紛擾擾 那怎麼辦 所以 在民法相寧關係 他所謂的一個立法理由就是 都是要促進土地 整體的土地 第八你家的建築物你家的土地 還有隔壁的土地 他整個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所謂的我們在法理上法則界叫做功利主義 為了達到經濟效用的最大化 所以要促進土地 整體你家的建築物跟家的最大化 利益經濟效益最大化 所以我們 民法相寧關係 既這個立法沒有定 定出的民法相寧關係 例如 代地 充停選 代地 前面的 代地的土地 代地土地的 就擁有通行權 可以通行式 通行式道路的權利 下次我們會講 既成道路 公通行權 2月9號的時候 至於剛才講的 我們剛才講說 隔壁就要注意 使行使權利 履行義務 土地守候權 民法770下 是不是怎樣 我們剛才講說 土地守候權 後 依照民法7800 建築物的利用人 怎樣 要經營工業 及行使其他權利的時候 要注意領損 就要有一個注意利物 例如我們現在要講的 玉岳建築 就規定了 我們看一下玉岳建築 在民法796 來看一下 民法796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第二頁 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 有 在這邊 第二行 第二段 所謂的玉岳建築 我們通常規定在 民法796 我們看一下 796 玉岳建築是怎麼規定的 土地守候人 注意 第一個要件 第一個要件 所以民法796 才叫第二個要件 是怎樣 第一個要件是 土地守候權 我們看一下那個 我有畫一張圖 畫一張圖 畫一張圖 我們先講圖 來 是不是在你後面 來看一下這張圖 大家先看一下圖 在圖上 看一下圖 所謂的玉岳建築 我們等一下再講 民法796 看圖 這個圖上老師畫的就是玉岳建築 圖 就玉岳建築 也就是說兩塊土地 有沒有看到土 有 一地號跟二地號有沒有看到 有 一地號跟二地號土地所有權能 結果 一地號的是不是一地號 對 所以二地號的沒有 二地號的建築物 有沒有在土地上 我們的建築物 主要的建築物 有沒有 沒有玉岳到一地號 有 還有二地號上面蓋的圍牆 有沒有 跑到一地號土地上 有 還有二地號的廁所 土地所有權的所有人的廁所 有沒有 有沒有跑到一地號土地上 沒關係 有 這個 叫做玉岳建築 這圖上看得懂 這個圖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看不懂的 來 這張圖很清楚 這個 食物上就是玉岳建築 好 來 這叫玉岳建築 所以 從這張圖看得出來 我們回到講義這邊 回到講義這邊 我們回到民法796條 來 然後回到796條 來從這張圖 我們看完圖 我們就知道什麼叫 你看 796條 第一項要建 所以 符合玉岳建築 第一項建 第一個要 虛為土地所有權 所有人 第一個構成案 虛為土地所有人 但是 我們通常說 依照 民法八百條之一 民法七七四 到民法八百條 都有準用的餘地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建築利用人 建築物工作的利用人 或其他工作人 承住人都有準用 所以 這個權利 第一個 工作物 土地所有權 第一個要 土地所有人 加上 或 民法八百條之一 所謂的準用之人 所以第一個要 要件 虛為土地所有人 或 民法八百條 之一 守定 得以準用之人 第一個構成要件 第二個 要怎樣 要 需要建築房屋 所以上面寫說 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個要件 虛為建築房屋 注意喔 要跟主體 要跟主體 和 民法八百條之一 準用之人 第二個 虛為建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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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建築房屋 所謂建築房屋 所以這個建築房屋 會嚇到說 我們看一下 虛為建築房屋 所以食物泛姐會說 怎樣 注意喔 要跟主體 建築物連在一起 要跟主體 建築物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個舉例來 所以第二個要件 虛為建築房屋 所以我們在主體上 圍牆算不算 圍牆 圍牆 圍牆是跟 主體建築物喔 我們跟主體 圍牆已經分離了 不是連在一起 所以 它不是主要建築物 所以圍牆 不是守衛的 圍牆 我們後面講的廁所 因為跟 房屋 所謂的虛 第二個要虛為建築 所以圍牆跟房屋 在食物上 就不符合虛為建築房屋的範圍內 對 所以那不是房屋 食物上 我們就在圍牆 我們在圖地上的圍牆 跟建築廁所 還有我們的 狗屋 犬屋 狗 住的房子 還有豬社 注意 食物上 豬社 狗屋 還有圍牆 還有我們另外大的廁所 都不符合所謂的 我們第二個國家 虛為房屋的要件 所以食物上 從食物上 這都不能主張 預約建築 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 在老師上面畫個叉 有沒有 在主要結構 這個我們主要結構有畫個圈 請他在圖上畫個叉 意思說 這不符合我明法794條 預約建築的第二個過程要件 虛為建築的要件 有沒有 然後第三個過程要件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上面有過程要件 第三個要件 有沒有看到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下面有過程要件 第三個過程要件 依照明法796條 虛為故意後重大過失 有沒有 虛為重大過失 虛為怎樣 故意後重大過失 有沒有 虛為非因重 不是因為故意後重大過失 在法律上第三個要件 第三個要件 虛為非因故意後重大過失 在理法律注意後重大過失 不是具體清過失 不是具體的清過失 或抽象清過失 是重大過失 依在明法立法技術上 依照情節的輕重 依照情節的輕重 在我們明法的立法技術上 依照過失的情節輕重 會具有怎樣 不同的立法 會不同立法層次 有時候會規定 只要具體清過失就要負責任 有時候在法律上 明法上 會規定重大過失 像這一條 育月中只要重 才要重大過失 才富有育月建築的請求權 或者富有育月建築的容忍義務 所以注意喔 第三個要件 非因故意後重大過失 是重大過失 至於什麼叫重大過失 請各位 重大過失 楊春吉 重大過失 楊春吉去看 就有相關的老師文章 因為這個比較抽象 大家回去看文章 所以第三個要件 需非因故意後重大過失 來第四個要件 來 來第四個要件 來第四個要件 需育月建築 僅為房屋的一部分 有沒有 怎麼樣 第四個要件 實物上我們剛才講說 非虛的房屋 僅為房屋的一部分 就像我們剛才第四個 虛為房屋 僅為房屋 像說剛才講的怎麼樣 剛才講的怎麼樣 剛才講的怎麼樣 剛才講說 廁所 廁所 狗舍 狗舍 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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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養豬的地方 或者是怎樣 工作物 其他工作物 或者所謂的圍牆 這些東西 都不符合怎樣 所謂的房屋的要件 就房屋的要件 所以 這四個要件 這個是要要件 這四個要件 這四個要件 老屋會濃縮成剛才所說的三大要件 但食物上 食物上 食物上 我們這四個要件 取之於哪裡 來我們翻一下 取之於 我們穴在犬的 民法物權論 物權論 但是 民法物權論 我們看一下 我們 民法物權篇論 我們看一下 玉業建築 第幾頁 我們看一下 大家回去 可以參考 這個比較有 民法物權篇 民法物權篇的 民法 謝在全教授 謝在全教授 有關於民法相寧關係的 他這邊講得很清楚 食物也講得很清楚 大家回去要看這本書 來 這本書 我們看一下 上次有推薦過 2020的時候 有推薦 上冊 在 有關於 鄉里 有關於 玉業建築的 在 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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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有沒有看到 這邊所講 剛才老師 首雷的四大 四大過程要件 有關於 一件事 是取之於怎樣 是參考 謝在全教授 明法物權篇的上論 但是老師通常會講成 依照法律條文會講成 構成三大要件 把所謂的謝在全 第四個要件 放在第二個要件 所以老師會講三大要件 那不管怎麼樣 哪個專家學者怎麼沒關係 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符合 依照謝在全教授 要符合四大要件 但是有關於 那他的法律效果咧 他的法律效果咧 但是忘記講說 還有一個怎樣 民地所有權能 知其越界而不計 提出異議 忘記講這個 老師是會分成三大要件 第一個要件是 土地所有權能 虛為土地所有權能 第二個 建築虛為建築房屋 第三個要非因故後重大過失 育業建築 第四個要件是 林地所有人 知其越界而不計提出異議 所以我們看一下條文 所以老師還是一樣 依照條文把它分成四大要件 第一個要件 虛為土地所有人 或民法八百條之一 準用之人 第二個虛為建築房屋 第三個虛非因故後重大過失 育業建地界 第四個要件是 林地所有人 知其越界而不計提出異議 所以四個要件 要符合794條的四大要件 那他的法律效果呢 一樣看一下 他的法律效果呢 在民法796條有個法律效果 同時符合這四個要件 我們不得請求余趣或變更房屋 所以發生同時符合民法794條 這個四個構成要件 所以會造成怎樣 我的所有權 所有土地所有人怎樣 對於林地 對於怎樣 對於這個育業建築 林地的育業建築 我的土地所有人 或建築物 建築物的利用人 准用嘛 一方八百條自己准用 我不得怎樣 對於林地這個育業建築的怎樣 不得請求怎樣 移去或變更其房屋 所以這個法律喔 但是可以怎樣 對於土地所有人 對於林地的損害要付支付長金 所以變成說 你同時符合這四個要件的時候 依照民法794條 494條怎樣 你雖然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 但可以請求支付長金 但是說你可以請土地所有求人 或者林地利用人 可以請求支付長金 所以這是規定在796條 所以796條 注意喔 790條很明顯的 有規定它的法律效果 只規定它一個義務喔 有沒有 我們再回過頭 774條跟794條 是故意說 規定說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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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並沒有講說可以支付長金 但是回過頭講 我們在796條不一樣喔 796條一頁建築物 除了說規定它有義務 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 建築物房屋有沒有 它的法律效果 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房屋 對 但是它還可以說 雖然不得 但是可以請求支付長金 所以它這個明法796條 就規定很清楚 有它的很完整的法律效果 所以我們還要不要依照 還要不要依據 明法7184條第二項 去要求金錢損害回廠 是違反保護它的法律 要成怎樣 侵權行為損害回廠 還要不要 在某部分注意 先用什麼呀 有關於醫院建築的部分 因為這在 有關醫院建築 因為明法794條 有關於它有支付長金的規定 它這是一個個個別規定 所以依照個別法 優於普通法的法律 注意 要可別法優於普通法律 首先適用 明法796條 但書的規定 可以先請求支付長金 之後在某種客書的範圍 依照老師說 請求權都可以請求 在某種客書的條件下 才能依據怎樣 明法840 184條第二項 保護 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 明法216條 216條 215條 190條 去請求金錢行為損害賠償 所以 要先適用怎樣 依照客賠法優於普通法 只要御業建築請要求 只能推到 因為沒有規定 只能推到明法184條第二項 違反保護他們法律 要自身他人就損害 要負損害賠償責任 就是所謂金錢行為損害賠償 所以要推到明法184條第二項 推到怎樣 第197條 所謂金錢行為損害賠償 消滅時效 知悉兩年不知悉十年 後明法第215條 恢復原狀原則精神賠償為例外 後 假如說損害賠償之範圍 零百第216條 損害賠償費 以實際損害為首施範圍為限 但是在我們的御業建築很清楚 796條是以不得請求 除去或變更期房屋 御業房屋 但是他大叔要求支付償金 所以原則上 科技客賠法優於普通法的規定 優先是用明法796條 但書的規定 先要求支付償金 這兩個完全不懂 所以 除了這個之外 等一下我們會講說 第四個要件 講清楚 至於說 還有我們再要 也不能忽略怎樣 所謂的御業建築 不要忽略的 796條之一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下面有 御業建築當中有三大條 其中 民法796 剛才講 還有民法796-1 土地所有人建築物 御業範圍 林地所有人請求變更 法院的斟酌公共利益 及當事人利益 勉為以全部後以不知求求 但土經人固業意見的不適用之 填條第一項 但書的第二項 與前項 前項 情形準用之 這個民法791條之一 四 復給予怎樣 我們再念一次 土地建築物 土地所有權的建築物 御業地屆時 建築 林地的所有權的可以請求 以去 與儀儲或變更 法院則爭奪公共利益 或當事人利益 免為以全部後以不知移除變更 有沒有 但是土地所有人故意 預約建築物不適用之 意思是說 依據民法796條第一項的規定 在重大過世的時候 有沒有 這因為但書就是故意不適用之 所以因為我們民法796條規定 怎樣 第2個要件 第3個要件 第3個要件 堵之後是要堵地所有人 非因故意或重大過世違憲 所以他這邊796條第一 已經把故意排除掉 前項 但書規定故意的話 不適用之 有沒有 所以故意不行 所以你要適用民法796條第一 首先你只有在重大過世 才能適用 有沒有 故意不行 只有重大過世 所以虛為重大過世的時候 才能適用民法796條之一 當然這個付給法律的一個權利 這個法律為基於怎樣 可以基於公共利益原則 注意基於公共利益優先原則 還基於當事人利益優先原則 所以民法791條有兩大原則 就是公共利益優先原則 跟公共怎樣 當事人優先利益原則 所以民法791條就規定說 法院可以爭奪怎樣 爭奪情形有沒有 法院可以基於什麼樣 基於公共利益 及當事人利益 或者當事人的利益 免為全部及一部分的移除或變更 就更付給予怎樣 法院基於公共利益優先原則 當事利益原則 可以斟酌這個東西 當然當然實務上還要看個案的客觀事實 一定的 所以實務當然要基於個案的客觀事實 還有當事人利益優先原則 公共利益原則 還有這個民法791條 注意只有重大過失 故意不行 基於這個可以真的 等等可以 變更後免除怎樣 變更後免為全部或以部的移除或變更 有沒有 而且前項第三段 第二項 前項第一項 但數第二項 與前項準用之 意思是怎樣 怎樣 我們可以要求支付價金 剛才我們忘記講說 民法796條 回到來 民法7 你的200條 支付償金 大家不能協議怎麼辦 一叫民法796條 傾向勤勤 林地所有人的請求 所有人以相當的價款 購買去一間之建築土地 則因此其前的其林地 其價款有當你協議制 不能協議請求法院裁判制 例如說 所以可以支付償金 一般零百九 除了支付償金 但是假如說 以協議為原則 不能協議耶 可以請求法院裁判制 所以 實際上 民法796條 我們回過頭 799條 它的法律效果 可以請求支付償金 自己先協議 但不能協議的話 可以請求法院裁判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法律效果已經虧了 那至於說 法院耶 民法791條 就是法院可以斟酬當事人的利益 還有所謂的公共利益原則 可以依照 還有非故意 也就是說 只限於重大公司 還有依性質准用怎樣 要求怎樣 判決怎樣 就預約建築的所有錢 要支付某部分的償金 當然在沒辦法協議的時候 可以預計這些去判決怎樣 法院可以順便 一併判決怎樣 依據當事人的申請 法院可以斟酬這些 一併判決多少償金 要補償 針對怎樣 哪部分 針對育月的土地 育月建築佔用的土地 跟麒麟地 不只是育月土地 還有因而過程的麒麟地 我們土地上 看不出有麒麟地對不對 但食物上 有很多麒麟地 食物上有很多麒麟地 我老師畫的是因為典型的案子 這是老師畫的典型的案子 但食物上會造成麒麟地 所以麒麟地的部分 依照明法791條的規定 是可以怎樣 不只是育月建築佔用的土地 還包含怎樣 清理地 那 偽建築不算 我們說過 虛偽建築 注意是合法的建築物 偽建 非合法的建築物不算喔 偽建不算喔 或者無權佔有人家的土地 那不算喔 對不對 我莫名其妙叫人家的土地 無權佔有 那當然不算喔 你是無權佔有 對方當然就像我們上次講的 財務環地還記得嗎 請回去講對財務環地不熟的人 請回去看老師的法律教學直播 財務環地去看好不好 那叫財務環地 有完整講 對方無權佔有 注意不適用育月佔助 明明屬於無權佔 對方當然可以依照 民法767條第一項前段 還有所謂的179條到180條 不當得利 去要求怎樣 訪凡所有物啊 去財務環地啊 還要求五年的不當得利啊 所以無權佔有不算 非法的不是依法 合法建築物也不算 所以這個特別提醒 那第一至於說 還有第三個條文 明法796條之一 前兩條規定 於其有訪問相當價值的準用之 所以還記得喔 792條 796 796條之一 前兩項規定的 以其房屋相當價值得其他建築主用之 明法796條第二項 有一個很重要的 跟房屋相當的價值準用之 有具有 有具有跟房屋相當價值的檢問主用之 為什麼會有主用規定 所謂的 前面791條 796條是典型的東西 但是你未防 注意 你一定要有相當價值啊 這個就是食物場發生說 跟房屋相當價值的怎麼辦 你假如漏掉792條之一 會發生 食物場以前 民法物權篇 這個798年7月1號沒實施 這修正的 其實在相當價值 透過食物的判決 食物的判決或者判例 是承認房屋相當價值 是怎樣 四肯要具備有 育月建築 有類推適用 民法796條的規定 依照食物會發展到這個 但是這個 民法796條是主義 這些食物的見解 依照類推適用的法理 把他民文化 把這些食物的判決 民文化在796條之一 主要是 但是既然這個很類似 是育月燃 但是他這個又不是真正所謂 其他藥券都符合 我們四大藥券當中 民法796條 其中的四大藥券對不對 它只有一個藥券不符合 虛為房屋不符合 是不是三 四大藥券三個藥券都符合 但是因為虛為房屋 它不是房屋 所以790條 只有一個虛為房屋不符合 所以沒辦法 食物上注意 是不是信實類似 很類似 只差一個虛為房屋 四個796條的 第四個 四個構成藥券都符合上來 只是虛為房屋 但明明房屋的具有 跟房屋的自價值相當 所以這是類似 但是明明這邊是怎樣 因為食物的發展的變遷 這個是民法796條之一 所謂 肉而未規定者 實物上是法令794條 796 796條是很顯而民見的 肉而未規定者 所以就符合所謂類推式用的兩大藥券 第一個性質要類似 也就是說 房屋相當者 房屋價值相當者 跟所謂的我們兩個 構成藥券 虛為房屋者很類似 第二個 這法顯有漏洞 明原法796條 忘記規定 這個有個漏洞 什麼漏洞 忘記規定在房屋相當價值者 忘記就定 所以 食物上就發生 類推式用有兩個法理 第一個性質要類似 第二個法顯有漏洞 所符合 所以在食物上 當時在明法796條之二項 還沒有明定之前 食物上基於類推式用 類推式用法理 這個食物上就是說 有關於房屋相當價值者 都可以類推式用 明法796條 所以 食物上 還沒有明定 796條之二之前 全部食物上 週已經類推式用明法796 穩定的漸卷 所以之後 在明法物權篇 98年7月1號 修正後 才把明法 才明定了 792條之一 他所用的 796-2 796-2 講錯 所以 這是類推式用的法理 當然現在准用 當然現在准用 所謂的 法明定准用者 跟類推式用不一樣 既然法明定者 現在叫准用 叫做依性子的准用 依性子的准用 依性子也這樣 懂嗎懂不懂 796-2 796-2 對 所以 我們看一下 那食物上 有關於 食物上 我們看一下 食物上 有關於 判決 這個玉岳建築 有哪些判決呢 我們看一下食物上 我們介紹幾個判決 給大家參考 我們看一下我們講義的 第二月 台灣高等分